破五是什么意思 游游们说我有一个名字起的挺好 现在已经被广泛的叫响 那个名字还真不是我取的 只是我段子里引用的对走 可不敢抢哪位高人的功劳 不过那个词啊 现在也只能在私信里用 作品里已经不好使了 估计已经成了那啥词了 你懂的哈 那个词既然不能用了 老杨我征求了英文好的朋友 又起了一个适用性更广的新名词 叫破五 这是他的英文 解释一下他的含义哈 P是Pink的缩写 R是Ride的缩写 0.5大伙老懂的是他一贯的标号 那破五这个词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他是把原来的两个词 五个字缩减为两个字 而这两个字一方面 指代了它的颜色属性 同时还包含了他们惯用的计量单位 同类词 比如PM2.5 PM2.5 危害人的健康 破五是拉低了人类的智商 朋友们觉得这个词怎么样 请评论区留言 如果赞同的多 那就尽快的用起来吧 或讨厌 我再来个人 我再来个人